大家好,今天我會和大家拍這個湯水 很久沒拍過 這是蓮子百合海竹藍不幸麥冬果皮雪梨的湯水 是甜的 我現在就講一下這些材料每一樣的功效 首先蓮子是強心安神和健脾 白盒是養陰潤清心安神 海竹是滋陰潤新瓶 藍不幸是潤潤紫咳新瓶 蜜冬是養陰生瓶、潤肺、清心肝咳 果皮是劍皮理氣、化痰紫咳 我覺得這對咳咳很有效 這三樣東西我現在買的是沒有流氧 這兩樣是標榜自己是沒有流氧的 如果不是有流氧的 是需要浸一個小時才可以用的 這兩樣一定是有流氧的 所以就要浸一個小時 那流氧就不健康了 而且味道就會酸 這兩樣是海浴竹 有一些叫浴竹 那些是有流氧的 那些是有流氧的 那我現在買的海浴竹 就沒有流氧的 那海浴竹呢 就是好吃一點 甜一點的 那它的價錢也是貴一點的 那果皮呢 其實那些白色就不用刮的 其實呢 不刮的那個工廈就會強一點 那這裡每樣材料呢 就每樣一兩 那雪梨呢 就三個的 那現在就可以把這些材料放進去 那加起來就可以開封了 那乾乾 哇 現在已經沸騰了 那我就會調整小火 那我就會煮一個半小時 加冰糖的 那就是加我之前說的那隻太古的 借糖的冰糖 那現在就已經煮完了 這個顏色真的是 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訂閱我的頻道 訂閱我的頻道 還有訂閱我的頻道 我每隔天都會出一次影片 那我們今天就是這樣 拜拜